這種電影 就是要戴什麼特別的眼鏡看的 3D的 有沒有人看過這種電影 聽說同樣電影 你可以看3D也可以看普通的 那聽說 我自己很少去看那種 就算3D對你們的感覺就是好像 應該會比較過癮 比較 為什麼 什麼是3D 就是有 深度有 有 怎麼講 就是 多 你們懂我的意思 就是有多層層 所以我們 弄音樂的時候要很小心 不要把它變成平面的 平面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全部彈起來都一樣處理 就像我剛剛說 沒有一件事情是平面的 總是有個老大老二 有個先有個後 有個重點 所以這個一定要很明顯 你要知道 如果我們是彈平面 都彈一樣的話 在座的聽眾 原則上 都不認識這個曲子 所以我們要想 用什麼辦法讓他們能夠 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讓他們覺得好聽 所以我們就要抓重點 每一句話都應該有重點 OK OK 我們再一次 這應該 然後 它從 收開始對不對 它每次都是最高峰是收 就像我剛剛說 爬山那個 八百公尺 然後這 一開始就這樣 滑過去就好了 等一下等一下 哪隻手重要 沒有 可是你有沒有 右手用 比左手用多力氣 沒有 就像我剛剛說 我們手上沒有遙控 你們知道的時候 你們要 一定要乘以十 我們的樂器是怎麼樣 越往上弦 越細 然後越少 底下的弦是粗的 然後有金屬 明明我們知道 很聰明 我們知道 右手應該大聲 可是我們出力 兩隻手出力一樣 那時候當然是變成平面 所以你右手要用力很多 左手要輕一點 對 有一件很重要 我們在舞台上演奏 每次跟演員一樣 我們這裡懂了 可是如果 我們常常說 如果你想要 演奏深紅色 通常坐在第二排的聽眾 對他來說已經是淡紅色了 再往後根本就什麼都聽不見 你知道 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我們每次 練琴的時候 你們要想像自己在 一個足球場 為五千人演奏 而且要為最後一排的那個學生演奏 因為我們每次都說 不是因為 最後一排做的是學生 他買學生票 他被排在最後一排 他就沒有權力聽 他也是付了票進來的 所以我們練習的時候 總是要為最後一排 最後一位聽眾彈 所以你們做的最後一排到 要叫 如果你們聽不懂 聽不見 要叫 要叫 要叫退票 要為他們的 對 你要做大 用手大聲 那這應該叫做大秘密 要叫做這麼多 要不然 要上門 要現在 要上門 要下門 要上門 要下門 要下門 下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三个 最后三个音是委屈还是头 你先集中起来的 我们会把最后一句话 每一句话的最后一个音那么强调吗 中文 连中文都不会 对不对 我们都会往回收 可是我们弹琴的时候就会 对不对 这次 往上 上山 下来的 一句话 最后三个音有tenuto所以他问一下是不是应该强调 你知道这种情形上很简单 唱 相当细 不是因为今天你不讲话你就一定在生气 不是因为你今天不讲话你就一定在伤心 对不对 感觉原则上 可是要知道要怎么样适当的处理的时候 最简单就是唱 你一唱你就知道你要什么了 试试看看 对对 这很重要 Doremi Faso是他们法国人发明的 法国人发明 我就说在德国系统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Doremi Faso 所以我常常说我要找音乐性的时候我不希望我学生唱Doremi Faso 因为Doremi Faso的时候我们脑子在想 现在应该是讲发还是收 用太多的脑子在想 我会说就像如果在 我相信如果哪个同学心情很好 在领域底下在这边吹口哨唱的时候 不会唱Doremi Faso 我们就Doremi Faso就这样唱 你这时候才能够比较找到你的音乐性要怎么样 试试看 Doremi Faso Doremi Faso 对不对 你现在再唱一次把最后三个音用得很强烈 感觉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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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多余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如果是很不自然 我们自己第一个知道 什么时候我们在溺水游泳其实第一个知道 老师我就叫你唱 你一唱就知道好像卡住了 卡住的那就不对 所以也需要用另外一个想法去解说这一痕 不是每一个做曲家这一痕都一样的意义哦 OK 先弹主旋律 你刚刚唱很好听 有幅度有高有低 你先用这个方法先用力弹 用弗的弹 拖的弹 牌 大山二七 大山三八四 不要漫 不要漫 不要 不要把主旋律 你現在主旋律非常好聽 我們待會就算兩隻手一起 可是我們要聽這個效果 所以你現在輕輕地把底下那個加進 其他的聲部加進來 可是主旋律我們要跟現在一樣好 懂不懂 試試看 等一下 手臂要往下 就是我剛剛說的 這一次 手臂往下 用力 對 就是我剛剛說的 如果我們要有一個輕重 右手要彈兩聲部 我們不能兩聲部一樣處理 一樣處理的時候 總是主旋律會失敗 所以主旋律那個因應我們需要用手臂去幫忙 底下那個不要 這樣的話就出來了 根本你不用去想它 你現在懂不懂 所以每次要先知道誰重要 我們其實每個學生每一次我問問題都是拿100分 你們每次都知道什麼重要 可是你們沒有去練 所以耳朵不知道 腦子不知道 手不知道要怎麼樣處理 我會見你先把那個聲部抓出來 然後把感覺練進去 然後力量要練到 對不對 力量的話就是需要手臂幫忙 所以我剛剛一直叫你用Foot彈 因為如果你主旋律不用大聲多一點力氣的話 當然就被底下蓋過去了 底下會很吵 懂不懂 然後彈的時候兩聲部的時候不能同樣處理 主旋律跟伴奏不能用同樣方法處理 同樣方法處理的話 總是伴奏會蓋過去 因為伴奏比較低 比較粗 OK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整部整段都是Foot彈的話 那我 像 你為什麼說整段是Foot彈 這邊是Foot彈 然後這邊是 兩個Foot彈 然後到最後 所以我用的方法一樣都是 像你剛剛講的 要都是 完全是用手臂的力量 那如果像它這邊的和弦的話 我該要怎麼去控制它 伴奏總是少 我們小時候學小奏名曲的時候 老師就跟我們說 右手Foot 左手Piano 雖然作者寫Foot 一樣的 不是因為作者寫Foot 我們就要每個人都Foot 連半奏都是Foot 然後它又被吵過去 所以剛剛談的時候 我們會聽不懂 你要我們聽哪個聲譜 懂不懂 總是主要的那個線條重要 然後現在寫了Foot OK 它第二行有一個Foot 最後一行有一個Footissimo 中間是寫 一點一點一點加 所以老實講 它寫Foot的那一剎那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主題 這一剎那要寫Foot 可是這個主題其實只有四小節 我會建議你退一步 在Poco Cuccendo以前 退一步 我常常會說 其實像建築師一樣 你自己的那個大小生要寫好 我會建議你 OK 我最後是要Footissimo 所以我大概Footissimo 前八小節大概我可以這裡大概Foot 寫好 那這裡的話 前面一行的話 大概你要找主題當然 鬥點在哪裡 鬥點以後大概應該是Mezo Forte 所以這裡幾乎是Mezo Piano 你這樣一寫 你就知道了 你就懂了 因為你不 Foot到Footissimo 你不可能 有三行的時間可以 一直加一直加 對不對 對 到底是象徵性的Footissimo 所以原則上我們都會 如果那麼長的話 我們會退一步 退一步 然後維持久一點 那個Mezo Piano 懂不懂 然後原則上 做東西的話 我們要效果棒的話 都是最後那一剎那 Cuccendo 有一個定理很重要 看到劍大的時候 其實是Piano 看到劍小的時候是Footissimo 什麼意思 就是說如果你要 現在要越來越大 你要從山底下爬起 可是我們常常一看到劍大 我們就已經 其實都已經到半山了